推荐经典收藏回忆 欢迎来到Galgame藏经阁 我是考古阿普John 2005年 Empress推出了文字AV机 Cleavage双风 故事讲的是男主高中生 Yodo跟再婚家庭的姐姐 英里华像欢喜愿嫁一样 感情忽冷忽热 而学校的音乐老师沙野香 又利用这一点 胁迫了男主 再加上一个龙套女配 孙川喜剧担当男配久能 整个游戏 就是这五个人物之间的 简单互动 首先我必须吐槽一点 圣少女的人物历会 尤其是女性 一贯化的很豪放健硕 这倒不是问题 但在本作里 这个学校的校服 设计的是什么鬼 为什么是十字花刀的造型 正是让人瞬间产生了食欲 另外圣少女的一贯风格 在本作还是得到延续 永远是女性至上 女人主导一切 对这个想要了解的 可以去看我往期做过的 欲望学员那期视频 本作男主 还是若鸡加舔狗的标准配置 跟在姐姐屁股后面 屁颠颠的当跟班 被甩巴掌 呼来喝去 那都是家常便饭 确实是圣少女的标准作风 但是请注意 在圣少女的作品里 这已经算极其少见的 亲口味 纯爱作品了 虽然这个纯爱 比起我们日常意义上的纯爱 还是拔得多 本作很努力地试图描述一下感情的培养和推进 希望让玩家产生一种福利 是水到渠成 而不是强塞给你的错觉 然而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卵用 你圣少女根本就不适合玩这个套路吗 这个画风从一开始就没让玩家往纯爱上想过 再加上那么多黑暗拔作 这种刻板印象根本不是写点感情线就可以逆转的 更何况你感情线写的都垃圾的不行了 姐姐英里华自始至终 就是傲娇加巨乳 指挥着巨乳空弟弟 这样的配置要什么感情描写 简直多余 音乐老师沙野香这条线就更搞笑了 他哪是个老师啊 完全一个女版臭作嘛 偷拍胁迫什么都来 圣少女你老实交代 沙野香老师是不是姓一头 这三位都是你大哥吧 这个疑问一直到2019年 Empress和Elf联手发行了鬼作的另一个版本 我觉得基本可以坐实了 本作三个结局可选择的内容极其少 印象里对结局有影响的选择之 只有一个 必须先通英里华线 然后才能通杀野相线 两条线路前后故事是连续承接的 也就是说男主是必然背叛英里华 所以圣少女简直多此一举 你都必然让男主移情别恋了 还持力不讨好地在英里华线里 加什么感情戏 这不更显得傻缺吗 松上所述 Cleavage双风我给67分 圣少女的一贯画风粗线条的人物 加粗线条的处理感情细节 试图讲一个并不黑暗的校园故事 推荐给抖M倾向加巨乳空玩家 从内核来说 这完全还是个靶座 空天只有五个人物 四百兆不到的游戏容量 怎么看这个定位都是实验小品 另外必须要说 圣少女的看家本领就是实用度高 但是因为经常剧情过于黑暗 手段太过凶残 令很多玩家不适 本作在这方面确实柔和了很多 但同时实用度也是大减 看来怎么做好两者之间的坚固均衡 对圣少女来说 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啊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一定要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给个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